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龙上人虽然说面无表情的回首呢 忘了他们几个人一眼 但是最终任何话语没说 也走出了大厅 小仙子 我等几个要怎么办呢 那青龙前辈似乎没有给我等出头的意思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一名脸庞身有浓浓黑毛的不知名的妖族修士 一等韩丽等人身影从大门外消失之后 立刻哭丧着脸孔的冲着小红问了一句 不错呀 这可和道友当时说的不一样 那当时仙子替青龙前辈出面劝说我等的时候 可是打了宝票的 说韩前辈啊已经隐落了 而且就真没事回到城中 也一切都是由青龙前辈做主 绝对不会牵连到我们的 你看如今你必须给我的一个说法才行啊 另外一名人族修士也情急的说道 其他几个人虽然说没说什么 但是同样的呢 用目光望着小红 似乎几个人中原本就是以此女为首的 哼 你们以为切身能置身实外啊 那当初青龙前辈也是用这些话向我保证的 我只不过转达了一下他的话而已 我怎么知道同为合体修士 他竟然对此人如此忌惮 连保驾我等几个人的胆量都没有 好在啊 我们几个人都是有些身份来历之人 那个人纵然神通了得 这总不能一掌将我们都击杀掉吧 但是明天的话 一些苦头肯定是要免不了的 小红脸色微微的恢复了两分 听到了其他人的一番质问 欲容一臣没有好气的说道 那我等明天还真要上韩前辈的洞府去了 哼 我劝你们啊 最好别打逃走的主意 说真如此做了 那个人可就真有理由对我们痛下杀手了 到时候即使我等长辈 恐怕也没有办法保下我们了 小红哼了一声 仍然点醒的说道 小道友说的即使啊 他竟然如此放心的任凭我们离开 恐怕我等身上早就不知不觉的被下了神念印记 想要逃走的话的确是自寻死路 而且天元城早就被窝族大军团团的包围住了 就算想离开那又能上到哪去啊 哎呀 明天我看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父亲请罪吧 在下需要将此事告诉一位长辈 先告辞一步了 一个老成的修士长叹了一口气 一抱拳 忧心忡忡的离开了 剩下的几个人呢 面面相继的互相看了几眼 也都觉得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只能是忧心忡忡的纷纷离开了 转眼之间呢 大厅中就只剩下了小红子女 孤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她在原地啊 愣愣了好半天 脸上神色 一会儿咬牙切齿 一会儿满是记忆 但是最终一堕足之下 也无奈的离开了 至于这些人回去之后 是打算准备厚礼 还是另行托人求情 自然各有各的打算了 这个时候 韩力行人啊 在挥袍老者的带领之下 已经来到了 阁楼最高一层的某间 更大的厅堂当中 望着厅堂正中间 布置的一座小型法镇 韩力目光的微微一闪啊 顾兴老者毫不迟疑的走到了法阵前面 灵手一掐绝 接连树道雪庙 异常的法阶打了出去 法阶索化灵光一闪 极势的没入到了法阵当中 下一刻呢 嗡鸣之声大作呀 整座法阵一下子被激活了起来 顾兴老者这才转身 冲众人一笑 通过这座传送阵啊 就可以直接传入那教际之地 几位道友都上去吧 则法阵足够一次将我等都传入空间之内的 好吧 接着这样 韩某就不客气了 韩力微微一笑 身形一个闪动呢 就诡异的站到了法阵中心处 以他现在的神通 空间裂缝之类的小型空间 根本不可能困住他的 自然心中的没有任何的顾忌 青龙上人 仿佛不愿示弱 虽然脸色阴沉的没说什么 但是大修以挥之下 提表辖光一卷 也化为了一团清光 顿入到了法阵中 看到韩力二人这般举动 心悦禅师摇摇头也跟了上去 冰凤的眉头微皱的也走了过去 灰袍老者和荧光仙子呢 倒是最后踏进法阵之人呢 老者在一进入的瞬间 立刻一催法绝啊 法阵顿时放出了五色霞光 并滴溜溜一转的 飞快的将众人包裹进了其中 韩力只觉得四周景色一阵模糊 人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之地当中 目光四下一扫 他就将附近的一切 尽数的收入到了眼中 眼前空间不算小 足有数千亩大呀 四周和一般空间裂缝并无两样 同样灰蒙蒙的空间隔壁 但是在中心处呢 是一座直径摆一张大小的高台在那里 高台表面闪动着淡淡的灵光 一看呢 就是经过了特殊进制加持过的 更有十几根十几张高石柱啊 松立在石台附近 这些柱子表面 明映着精致异常的花纹 并转刻着一颗颗极品的零食 显得那精美异常 昏天两一阵 顾兄啊 我说你的手笔可真不小啊 有了此法证维护 何等层次的修饰在里面打斗的话 还真很难影响到台外之人啊 荧光仙子一眼就认出了四周的布置 颇为有些吃惊啊 金月谈湿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这点手段让几位导游先下吧 在下呢 有时候要实验一下神童功法 故而呢才在此地啊 下了一些功夫呢 灰袍老者 虽然说口中说的谦虚啊 但是眼中忍不住流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此地的进制布置 的确是花费了其不小的苦心的 杭丽双目啊 微眯的看了片刻之后 偶尔话不说单手掐绝啊 提表顿光一起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 飞到了高台之上 半空中灵光一脸啊 杭丽身形重新显现而出 并不慌不忙的 冲杭丽上人冷冷的说道 青龙道友 既然已经到了此地 还不上台等待何时啊 青龙上人脸缩一沉啊 鼻中冷哼了一声 三足猛然向前踏了一步 立刻浮现出了一股清气 将其身形一拖 轻飘飘的飞到了台上来 然后啊 在寒厉对面一顿 停在了半空中 要不是 看他神色阴沉如冰 倒也颇有一副 飘然出尘的飞仙之感了 一旁的顾性老者一见此景 却不敢怠慢了 三手一翻转啊 一块银色的一盘浮现而出 并往高台上一抛而去 顿时呢 一盘一晃之下 化为了一团银色光球 悬浮在了高空中 这个时候 老者才用手指摇摇一点 同时口中的念念有此起来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啊 四周的石柱表面镶嵌的灵石 一下子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同时呢 石柱顶端灵光一闪 各有一道光柱一喷而出 正好都汇集到了 玉盘所画的银色的光球上 下一刻 银色光球一下子暴力而开 点点阴光闪动之间 竟化为立层 明后光照 将整个的石台都一招而下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三w.听85.com 光幕表面啊 不但是荧光灿灿 更有无数的乳白色的符纹 狂涌而出啊 将整座石台都照应的白萌萌一片 显得神秘万分 好了 心热已成 尤其二位道友 就算在里面弄得天欢地赋 对我等也没有大的影响啊 灰宝老爵长吐了一口气 将法爵一收 回头冲金月禅师一笑 又劳故事主了 希望二位道友 只是略微切磋一下 就能立刻停手 否则 这要真的伤得何气 金月禅师口中称谢 又有一些担心的说道 大师放心 若只是三级的话 青龙道友无论如何 都能接下来的 不过这一次 二位道友肯定都会动用真正的实力 我等能够亲眼得见 也算是大开眼界啊 特别是韩道友 听说好几名魔族尊者 都命丧他手 对其神通的老夫更想一度为快 孤老爵笑眯眯的说 啊 希望如此吧 至于冰凤 看着光幕中的韩丽 心中却不由的 有几分担心了起来 道友可准备好了吗 韩某可要出手了 韩丽望着对面的青龙上人 脸上一丝煞气闪过 默然冷冷的说道 几乎同一时间啊 他两手一握拳 一声霹雳传来啊 金色电光一下子 从两条手臂中闪烁而起啊 无数粗大的电弧 广涌而冲 然后一宁 竟化为了两道金色的电网 冲听而起 张牙舞蹈之下 声势惊人至极啊 笔邪神雷 本作修炼的又并非魔攻邪术 对付我能有多大威力 青龙上人剑子情景啊 单手一扬 手中玉书一声清明 竟直接的化为了一层啊 五色光幕挡在着身前 两手呢 再翻转 一斤一银 两团灵光一闪 两感知识长的巨笔浮现而出 他虽然说的轻松 但实际上不敢大意 立刻动用了身上的本命法宝 韩利听到对方如此一说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但是呢 双袖一抖 对时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逾一游而出 并在剑决一催之下 忽然一声清明啊 融合一体 在空中晃化成了一口 十余丈长的青色的巨箭 星光茫茫 毫不要眼 这个时候 他又一抬手 从空中的两条金色的电网 摇摇一点 一声轰鸣过后 两条电网摇头摆尾的 往青色巨箭上猛然一扑 一闪即逝的 没入其中 雷鸣之声大作呀 青色的巨箭 瞬间狂胀十倍 化为了百余杖之巨 同时呢 剑身表面金光狂闪啊 无数的电壶 狂涌而出 但是 哈利不光如此 扫了空中 巨箭也一张口啊 又喷出了一团 银色的火球出来 此火球刚一离口 立刻从中发出了一声清明啊 随着一闪的 幻化成了一只银色的火鸟出来 火鸟双翅一盏之下 身躯砰的一声 爆炸了胀气般大笑 同样的 箭弩般的往巨箭上一扑而去 下一刻呀 巨箭表面一层银焰冒出啊 熊熊火浪一下子将巨箭全部包裹的进行 哈利眉梢一条 口中漠然突出一个盏子 话音刚落 百丈巨箭 就立刻一声巨响的 冲青龙上人一盏而下 巨箭落下之势并不算快 但是所过之处 虚空啊一阵嗡鸣不已啊 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炽热的气息呢 就先冲下方石台一罩而下 下方空间瞬间一阵火红方滚啊 仿佛极强煮熟了一般 青龙上人一见此景啊 脸色大变 两手一抖之下 手中的金银双笔尖端的光芒大放 无数古文密密麻麻的狂涌而出了 每一个都灵光闪动 仿佛玄妙异常 融合一体之后 却化为了一股金银光辖 直往高处狂掘而去 一声晴天霹雳啊 巨剑和金银光辖迎头撞到了一起 金湖银叶光辖交织一团 并化为了一团巨大的光运 几乎大半石台都笼罩在了其中 爆裂的光运呢 刺目耀眼 让人呢几乎是没有办法直视 一阵阵冲击波浪 更是往四面八方狂涌而去 石台的一阵剧烈的晃动 头顶银色光木更是荡漾起了一层层的波澜 仿佛下一刻就可能破裂而开的样子 外面的一杆修饰剑死呀 都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韩丽青龙上人等第一招对拼 竟然就有这般大声势 实在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孤劳者脸色一变之下 两手十指的冲四周十柱 连连弹出一道道法觉出去 这些法觉化为了各色光芒呢 纷纷一闪没入到了柱子当中 顿时呢 从石柱顶端喷出的光柱 一下子比先前啊 粗了背墟还多 银色光木一闪之后 重新变得凝固如初了 仿佛啊 与此相呼应 原本那不稳的石台 也瞬间恢复了平静 剑客的功夫过后 笼罩石台的巨大的光运 终于一散消失了 哈利和青龙上人的身影 一高一低 再次现现而出 哈利呢 单手倒背 脸上是毫无表情 仍然巡浮在原先之处 仿佛呢 没有动过一步 而青龙上人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从空中落到了石台上 贤身的五色光木 早就不见了踪迹 只剩下了一本表面遍布裂纹的玉书 悬浮在那里 金银双笔也光芒暗淡 仿佛损失了不少的灵性 至于青龙上人本身 看起来呢 豪化无损 但是脸色却隐约的 又一丝苍白 哈利刚才一击 明显大占了上风啊 姬月禅师和顾老者 见此情形的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骇然之色 虽然说早就听说 这韩利实力啊 应该在青龙上人之上 但只是一击 就硬生生的将青龙上人呢 从空中击落 还是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也不知道是青龙上人 本身太弱了一点呢 还是韩利实力 真的深不可测 韩利 看着似乎狼狈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损伤 当即冷笑一声 单手一招 附近空间波动一起啊 无数的青色小剑 滑破虚空 击舍而回 闪动之下 纷纷没入身躯之中 消失不见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完人修仙传 第1298回 优优独播剧场——Monster